可以做什麼 但是有想過 你知道有上104 然後打自己的 履歷 然後他最後把你歸業出來 他說最適合我做的叫 為什麼 你為了考北藝 去了重考班喔 對 後來為什麼會考上 因為有拜拜嗎 還是 說不定耶 說不定 那個佛像讓你覺得說 他其實是很正向很莊嚴的 然後我就拜了個拜 可是之後 考上之後 我其實想要回去再找那個地方 我想知道 這也想學了吧 好我們要講的是銀軒的初戀 說是一出窮妖劇 分身合合 如瓶一瓶 雨中慢跑 發生了什麼事 吵架一定當然就是 極度的有張力 對 那學校又這麼的廣闊 那麼的漂亮 當時都是場景 對 所以就是會跑一下 然後再跑去 然後走開 不要走過來 這樣 再怎麼戲劇化 大家也都覺得 欸好像應該是在拍什麼吧 在拍戲 對 好像不可避免的 但是也很討厭的一件事情是 你常常會因為 你做了 你演了一個角色 或是你說了一個故事 你就被貼一個標籤 嗯 那我們淑女一一完畢之後 我跟謝寅軒都變成好像某一種 大齡女子啦 獨森主義啦 獨森主義 獨森主義這樣子的代表 我知道你們都不是啊 你們其實找不到啊 對啊 等一下 這個蠻殘忍的 當它變成一種責任的時候 演戲 有什麼樣的改變 當然你就會覺得說 我都要做對 我都要做好 嗯 所以其實一開始前期跟 藝文在合作的時候 因為他這次進位比較多 那我就會每一個鏡頭 我都覺得我要要求 我每一拍都要到 開始拿詞再量 嗯 很多時刻我感受到 他們想要把我掐死 但是 還不能讓他死 對 對 還不能讓他死 竟然被拍到 而且還有第二季 演一個還要玩